八字命李之七杀星及七杀女命李依童的未来运势 七杀星 古书称之为将星 赎火金南斗第六星 乃将星玉帝维权 在十四颗主星之中个性最强 是一颗坚毅勇敢的星药 象征威勇 化气味将星 主速杀 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 拥有刚烈偏激 逞强好胜 冒险犯难的特性 人生大好大坏 成败难论 七杀的性格特点 七杀阁的人性格都是比较暴躁的 他们平时管不住自己的脾气 而且也会随时随地地就爆发自己的怒火 从来不管是什么场合或者是对方是谁 他们也丝毫不会计较后果 那么有的时候就会给自己招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也会让自己劳神费力地去解决问题 七杀阁的人其实都是比较叛逆的 虽然他们的命运有点曲折 但是他们也依然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我行我素的 即使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会给自己带来伤害 他们也毫不在意那么这种叛逆的性格 也会让他们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满困难和曲折 七杀阁的人性格是非常强势的 他们对待其他人的时候也有点霸道 总是想随随便便地就插手别人的人生 那么当别人想要是多管教他们一下时 他们就会显得非常的不舒服 这种做法和行为也会让他们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没有几个人想要和他们做朋友 七杀阁的人不仅会影响到自己的运势和命运 他们同样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 可能子女的意识会特别不好 而且子女的性格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变得蛮横不讲道理 也不会孝顺父母 总是争强好胜地和别人争抢一些利益 他们喜欢从别人手里抢夺东西 性格比较豪爽 虽然说七杀阁的人性格比较的霸道强势 其实他们还是特别豪爽的 不管是什么人和他们相处 都能感受到他们性格的这一面 而且他们也比较的不计前嫌 不会和别人在一些小事 那么只要有人想要和他们做朋友 他们都能够欣然接受 不会去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 七杀阁的女命最容易发生多角恋 最受异性关注的也是七杀女 对于七杀女来说 浑身上下具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 敢说敢穿 常常奇装异服 花样百出 而且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 除了穿着之外 他们的眼神也极具杀伤力 有一种天生的野性 也最能激发男人的征服欲望 所以他们多属于最能吸引异性关注的女子 七杀阁的女命还是最顾自己享受的命格 往往比较主动 喜欢嫁奴别人 指挥别人 不管对方是否喜欢 是否受得了 都会要求对方依此办理 自己就像女皇一样 享受对方的服务 女命于七杀女命年 岳正观阁 而在日 十地之鉴专为七杀 主没开二度 既在座一马或桃花 四柱有正观与七杀 齐见天干在年月二柱 主三十岁前 婚姻不稳定 女命正观与七杀 虽都是为夫心 但七杀被视为夫心时 是在四柱不见正观 而由七杀全冲夫心 如正观与七杀 同见于四柱时 七杀就是代表丈夫外的情人 或亲密的男友 正夫心与情人之心同时出现 那么男女之间的感情就变得复杂 所以婚姻不稳定 如在三十岁以前结婚 有婚变的可能 为之官杀混杂 女命年或月正观成格 而在日祸时 地支有专为七杀子无毛有地支 主没开二度 作为七杀女命的李一同 她的运势会怎么样呢 李一同八字排盘 昆造 更无假身假虚 大院 2000年起 鬼位2010年人武 2020年新四 2030年 更臣2040年吉卯 贾木日干 生于秋天 今旺之时 贾木失令 月干贾木比杰 被杰角无力相邦 年之有无或食伤致杀 总体来看 格局只有从若格 或食伤致杀格 两种可能 结合其之前流年情况 应当是从若格的可能性较大 李一同的八字是七杀格 她月令为喜神 早年大运走得较好 观其面向 上庭较高 家庭出身应当算是不错的 能受祖上 父母之音 八字中无火食伤混局 食伤主机制 灵巧 目前走人物大运 也算是稍好的大运 2016年2017年秉身丁佑年 食伤透出 递之感应官杀 那两年桃花会比较旺 或有感情之势 2018年到2021年 事业运会比较好 可以比之前更出名 目前的人物大运 有艳星盖头 以及未来新四大运 都算是稍好的大运 不算上号之运 将来走庚陈大运 才为最有力的大运 那时事业上也会更好 更为顺利的发展 八字美中不足 是官杀复兴被食伤所克 中年又一直走不利 婚姻感情的食伤大运 将来感情问题会有些多波折 今天李依彤的分析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 关注 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们还想听哪位明星的运势讲解 请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